这绝对是罗锋夺射金角巨兽以来 第一次让他变化最大的一回了 不但一口气融合15颗血落金 还让他完成了一次蜕变 书接上回 在罗锋得知金角巨兽也可以融合血落金之后 便起身前往巨坑之府 但在飞到一半之时 没想到却被血神威的队长和副队长拦住了去路 只见队长说道 97 你准备在哪修炼 罗锋没有隐瞒二人当即回应道 前两年我都是在上面靠山壁的一个洞穴腹底内修炼 所以我准备还是去那里修炼 队长听后一脸严肃地告诉罗锋 97 这个高度区域是我和阿尔的监察区域 你在区域下方修炼会更安全 超过这个区域恐怕就不安全了 罗锋恭敬道 一旦有危险 我会立即下来的 队长听后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让罗锋自己选择 随后罗锋便离开了下方前往了自己的洞府之内 但在罗锋走后 队长阿一和副队长两人便怀疑起了罗锋的忠诚度 奈何他们没有罗锋背叛的证据 副队长告诉阿一 他是在大人的强迫下才臣服的 我们暂时看着吧 大人在这修炼的一段岁月 是观察他的岁月 如果发现他有其他想法 在击杀也不迟 此时的罗锋已经来到了自己的巨坑之府内 罗锋低头看着护腕说道 他们送我这个通讯护腕 其实也是在监测我 超过十万公里或者解除护腕 都会引起那位血神的注意 不过既然没有危险还有好处 我也没必要离开 就暂时老老实实当血神尾吧 毕竟还有免费的血洛精 随后罗锋就开始了 让金角巨兽融合血洛精 金角巨兽小心翼翼地 通过念力操控着血洛精 血洛精轻轻移动 在金角巨兽融合之前 滑出的伤口上 伤口足有十余米长 血洛精直接掉进伤口中 顿时无形的力量 迅速传入金角巨兽体内 杀戮意志也迅速冲入 金角巨兽的体内 这种感觉对罗锋而言 一切还是那般熟悉 短短片刻内一切都结束了 第一颗血洛精就这样融合成功 但让罗锋感到意外的是 金角巨兽只有右提爪发生了变化 其他部位全都没有任何变化 最终罗锋大概猜到了原因 有可能金角巨兽的身体太大 而他的筋骨肌肉细胞等等 也太多太多了 所以要让所有筋骨肌肉皮肤 都发生变化 那所需要的血洛精 恐怕也得是很多很多 随后金角巨兽挥动 他的右提爪发动了一次攻击 只见右提爪上浮现简单的血红色蜜纹 右提爪对宇宙本源之力的操控 也更加的清晰了 其威力更是提高了约有两三成左右 看到有如此的好处和威力 罗锋连续融合了三颗血洛精 要知道融合三颗血洛精就是血无者了 而血无者比常人感悟更高一倍 战斗时候的威力也是更强一倍 紧接着罗锋一口气融合到了第十颗 但融合第十颗却让罗锋吃尽了苦头 就连金角巨兽都痛苦地趴在了地面上 这样是意志弱的人 单单这种痛苦恐怕就能让他魂飞魄散而死 好在融合到第十颗血洛精后 金角巨兽也是迎来了新的蜕变 现在单单一个又提爪蕴含的力量 就能媲美之前全身的力量了 此刻金角巨兽最擅长的身体力量增加了一倍 法则感悟和法则威力发挥则是过去的三倍 整体实力的确飙升了很多 罗锋赶紧趁热打铁继续融合血洛精 最终一口气融合到了15颗血洛精才彻底结束 因为罗锋没有血洛精了 要是有的话 金角巨兽则会继续往下融合 现在的罗锋需要更多的血洛精 但是在哪弄到更多的血洛精则成为了最大的难题 罗锋虽然想到了荒兽奇牛的身上拥有着很多血洛精 可普通的舞者能融合多少血洛精呢 所以他拥有的肯定也是有限的 而且以罗锋自己恐怕最多在他手上弄到一两颗血洛精 这远远赶不上自己的需求量 只见罗锋严肃道只有一个办法了 随后罗锋的磨砂族分身瞬间冲到第18云层的飞船内 飞船的控制室中巴巴塔的声音突然响起 罗锋你在搞什么 怎么又磨砂族分身了 罗锋看见巴巴塔一脸的疑惑 随后就把融合血洛精和发生的事情向巴巴塔说了一遍 巴巴塔听后激动道 融合15颗血洛精还嫌不够 融合10颗都那么神奇了 再融合下去会变成什么样 磨砂族罗锋轻轻点头道 所以我要将你和魔云藤等所有重要的宝物都带在磨砂族身上 包括生命缘合也是在磨砂族体内 现在留在那具坑之斧的 仅仅就是我地球人本尊 即使本尊遭到劫难生死也是小事 只要缘合完好无损 那么三大分身毁掉后都能再度恢复 巴巴塔感觉罗锋说得很对 当即询问罗锋 接下来要该怎么做 磨砂族罗锋露出一丝笑容道 那自然是狩猎了 要知道血落大陆可是崇尚力量的一个地方 各方世界相互征伐 每天都有大量人类死去 每年都有很多狱主陨落 而我要做的就是暗中狩猎一些狱主 我也不会杀太多 血落大陆中有千万个世界 而在上千个世界城控制的范围内 我仅仅猎杀一名狱主 在整个血落大陆内狩猎近万名狱主根本不起眼 若是在一名狱主手上平均弄到一颗血落金 那我就能弄到近万颗血落金了 狱主集的人数我们也无需担心 整个血落大陆内的世界城有着千万计 戒主的数量也是千万计 而狱主的数量是戒主的百倍更是多的惊人 巴巴塔听后激动万分 更是大喊道 真是够狠的 这可是近万颗血落金啊 就该这么做 这才痛快 赶紧出发 发挥你宇宙最强暗杀族群的实力吧 最终罗锋以整个血落大陆的无数世界为目标 开启了狩猎计划